大家好,我是旅風浩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淘氣喉的接觸換衣服 從邊上前有一個橋夫 他在淘氣喉,他很誠實 有一天 他在喉說他 要不要跟他出去一起玩 然後他又說 然後他第二天 他高興不得了 要跟他朋友去玩的時候 淘氣喉就說 要不要一起去凱城 他說好啊 淘氣喉就說 我在家裡做什麼,是不是你先去 然後淘氣喉就去了 然後淘氣喉就去了 他在 那時候你砍才 砍到一半 他骨頭就跳到河邊 常常在河邊大呼了起來 然後 神就出來了 他說 神就說我是神 淘氣喉就說我知道 然後 神就說你是不是掉了這一把金骨頭 淘氣喉就說 不是我沒有這麼金 然後 是不是掉了這一把銀骨頭 神就 淘氣喉就說不是 沒有沒有這麼金 然後 神又說 是不是這一把舊的骨頭 淘氣喉就說對 我就用那把骨頭 然後 神就說 他 ately 頭起喉很誠實 敬服 愛衣服 都上回他了 然後他回家的時候 每個猴子都 都一直看他 話到猴子出來說 你 你怎麼了呢 其他猴子就說 我 頭去喉有做 然後花彈侯就出來,真的嗎? 然後花彈侯問陶妻侯就說 你真的有經過藍衣服耶 那怎麼難道的? 然後陶妻侯就把經過的事告訴他 花彈侯去河邊故意把斧頭丟進水裡面 然後他說神啊,什麼還會出來 但是神卻出來了,然後神說我是神 花彈侯就說我知道,我知道 神卻說你是不是掉了這把金虎頭? 花彈侯就說對,然後神就說 你很不誠實,我的薯頭都不要給你 然後他就在河邊再哭起來 他在哭的時候,他就跳到水裡面 他說那是我,我的一個薯頭呢? 神 然後每個猴子都聽到花彈侯的哭聲 然後大家趕快跑去河邊 就讓我謝謝大家的故事講完了